大家好 又來到露體行的時間 這次要講的比賽就是猶他爵士載入到甘州勇士 NBA季後賽第二輪這個match up的第二場比賽 這場球的組段其實跟上場比賽是若干地相似 勇士隊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節奏 他們的球員也有非常好的手感 組段已經取得了領先的優勢 其實整場球勇士是從來沒落後過 甚至乎連平手都只是在0比0的時候出現過 或者其他時候 爵士隊都是處於落後的形勢 而如果沒有記賽的話 其實勇士隊頭8球的入球都是來自助攻的 即是說他們其實球員之間的全球和走動是非常之多 而他們也能夠找到一些空位為隊友製造很多不同的機會 完全是打亂了爵士的防守陣腳 及後其實爵士站穩陣腳之後 也是曾經追近過勇士的 但勇士的球員都能夠及時挺身而出 再次拉開比數 最後以115比104就贏出了這場比賽 在這場比賽裏勇士隊的正選大前鋒 Jaymond Green打得非常之好 他總共入了5球3分 好像第一節的時候已經足足入了4球 而其實看回原來在整個季後賽裏勇士隊裏 最準的3分命中率 暫時竟然是Jaymond Green的 他除了獲得了21分之外 亦都有7個籃板 6個助攻 4個偷球 和1個Brocksoft的良好表現 雖然有4個turnover 但是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他是這次贏球的一個很大功勢 而勇士隊的4個星 所謂的Big Four Jaymond Green Krevin Durant Stephan Curry 和Kate Thompson 都是獲得了雙位數字的得分 和5個或者異常的助攻 在他們的得分主力球員能夠得到那麼多分 而同時也能夠為隊友創造那麼多機會的情況下 其實爵士隊這場真的非常難打 而我上次提到的兩位後備球員Patrick McCord和Matt Barnes 其實這場的上陣時間都不是太多 勇士隊仍然在這場佔到很大的優勢 未需要作出太多的調動 而Matt Barnes可能剛剛相遇復出 給他慢慢重拾狀態 可能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我個人仍然是希望可以看到這兩位球員 可以再打多一點的時間 而其實我欣賞這場勇士另一位球員 就是Ian Clark 作為一個第三年打NBA的球員 而三年其實他也都在勇士隊裡面 也都順利進入了季後賽 所以他都有一定的季後賽經驗 雖然他上陣的時間都是不多 但是在進攻方面 你看到他在場上的時候 他也是挺有膽去進攻 這個我覺得勇士隊在整季裡面 會起用他們不同的後備球員 比喻他們適當的上陣時間 讓他們打出這個信心和狀態 在季後賽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遇長發揮 為球隊提供很大的幫助 而雖然雖然現在落後2比0 但是其實這場的控球客 George Hill 受了雙無上陣 如果之後的比賽 他仍然是缺陣的話 對雖然能夠反敗為勝的機會 就會更加加增了變數 而其實這場勇士隊的兩位主力球員 Gordon Hayward 和Woody Gobbert 都有不錯的表現 但可惜 勇士隊這場的進攻 實在太過流暢 和點點開花 他們有很多的Bot Movement 打亂了 著士隊的防守部署 而另一位著士隊的後備球員 Woody Hood 這場的表現 不太好 五次的三分A手 全部都射失 在防守方面 也不是為球隊貢獻 看到太多 在缺少了George Hill的情況下 而Woody Hood 也不能夠挺身而出 只能夠把得分和防守的重任 都放在兩位主力球員身上 其實我覺得 對著士隊來說 也是一個挺大的負擔 希望George Hill 可以盡快相遇復出 這樣為著士隊提供到更多的火力 和穩住整個形勢 能夠為勇士隊帶來更大的壓力 球賽才會更好看 今集講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或者討論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